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 兩千一百三十萬同胞 正是 邁進主權在民的 新時代 我們 已經成功地 站上民主性格的高峰 不要緊 審慎人耐 李前總統的一生應該表現在這個 沒有經過流血的革命 卻能夠形成一個中華民國台灣的一個 新的國家實體的誕生 這種歷史地位已經非常年朗 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 他的能力 他的魄力 他的膽識 我想 他的後任沒有人可以跟他相提並論 他的兩岸的政策 我覺得功過難論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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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統宣誓 請舉右手 總統宣誓 以 請以致承 向全國人宣誓 以必遵守憲法 1988年1月13日 李登輝依憲法規定 宣誓繼任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 台灣的政局 從此由兩蔣時代走向李登輝時代 《紐約時報》直言 李登輝是學者 沒有權力基礎 是過度時期的領導者 對倉促接班的李登輝 必須用行動證明 會繼承蔣經國的路線 化解黨內疑慮 十三天要台語前 每天去那裡 標示說我年絕對 真修他的路線 對不對 所以我年會大的改變 如果要理解晚年的蔣經國 那個是最權威的史料 因為從來沒有人 這麼靠近蔣經國 所謂權威的史料指的是 李登輝擔任副總統 三年八個月期間 把每次與蔣經國的談話 記錄下來 總計156篇 已經被完整收錄在國使館 出版的《見證台灣》一書中 等於是蔣經國教他 什麼是政治 政治不是說我理想 要做什麼就能做什麼 有理想後要怎麼學現 他就有什麼困難 有一些要堅持 有一些要討厭 那就是政治 李登輝的任內這12年 剛好承接了蔣經國的這個 黨國時代留下來的一些 其實有國家的雛形 可是很模糊 對外關係到底是什麼 他在一步一步的把這個 中華民國台灣 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東西 把它不論是闡述 或者是用實踐的方式把它完成 1990年2月 國民黨十三屆臨終全會 討論政府總統候選人提名辦法 齊立派與票選派僵持不下 最後還是以齊立表決 通過推舉李登輝 李元簇 代表國民黨參選 第八任總統 票選派翻案最後公敗垂成 接下第八任總統之後 李登輝開始展現修憲的決心 走自己的路 我還在發言耶 請維持會場秩序 請拉開 請拉開 不要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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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修憲工程還未啟動 1990年3月13日國民大會 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 將曾俄代表任期延長為9年的 自肥案先上演 引發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學運 野百合運動 我要抗議 我要抗議 數千名學生在中正紀念堂 以絕食 靜坐的方式 要求解散國民大會 廢除臨時條款 召開國事會議 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 並推派學生代表 到總統府與李登輝對話 解散國民大會 所以我們當時的訴求 一個就是說 把這些動員勘案時期 這些臨時條款 這些違章建築拿掉 然後第二個就是 國會要全面改選 那他後來還加碼了 就是說總統直選 那他其實也是同時運用了 就是說學生運動的訴求 等於是給他一把大刀 就是說有民意的正當性 他其實可以大刀託斧地 藉由政治改革 成為國民黨的一個實質領導者 你如果要民主法 你要走什麼路上 我不明白 那時候大家在命一命 說什麼 萬年國會 這問題就是 臨時條款要處理 臨時條款要處理 就是 這個動員勘案要處銷 動員勘案沒有處銷 動員勘案是內前的 用內前的名字 總統也免算萬年國會 用這樣做一個 這個政國的臨時條款 的條例出來 代替過去的這個憲法 本人將依據第一屆國民大會 第二次臨時會的決議 以明天5月1日公佈 廢止動員勘案時機臨時條款 兩岸內戰爭議畫下句點 回歸憲法 但這只是第一步而已 從廢除動員勘案勘案時機臨時條款 賦予國會全面改選法源 到廢除國民大會 六次修憲歷時十年 並非每一次都能風平浪靜 1997年的動省 就一度考慮喊停 其實那時候 這個反對力量非常強大 因為動省呢 宋先生呢 他是省長嘛 對不對 他堅決反對動省 修憲了一半 結果忽然停止了 我就去找李先生 我說如果你現在停止了 修憲不成的話 我說李先生 你這個第一任中華民國總統 就會一事無成 一事無成 我這個對台灣歷史也沒有交代 在台灣優先的原則下 一兩天後 蕭文長先生又來找我了 又來找民進黨 他作為李先生的修憲代表 對不對 所以他又開始 然後兩黨又開始 繼續的完整修憲 1997年第四次修憲 除了動省 還確立雙手掌制 民進黨以倒閣權 跟立法院調閱權 換取取消隔魁同意權 他這個推動民主過程中 他也有獨量 除了說他 你說他也策略上 戰略上 他運用民進黨 對不對 跟民進黨合作 這個來推動他的民族 你現在才知道政黨補助 當幫助民進黨很大 因為國民黨不需要 毅然決然排除萬難 排除國民黨內的 強烈反對力量 直接指示立元黨團 要貫徹這個政黨補助的 這個案子好不好 那12年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出 這種節奏感 他沒有辦法說 一開始就來總統執選 那也不可能 他必須要先從 國會改選這裡 開始做起這樣子 所以說 但是那個方向 應該是說 一早就想到了 為了讓國際承認 台灣存在的事實 1989年 由亞裔模式 跟出訪新加坡 率先打開 務實外交大門 1995年 李登輝總統 還應母校 康南爾大學邀請 於歐靈講座 發表明知所欲 常在我心的演說 經濟方面 則提出借急用忍 防堵中共以傷為證 針對做中情勢 我們更必須秉持 絕急用忍 簡單來說的話 不要急 審慎 原來 來應應 兩浪當前的關係 其實是希望說 去中國的投資不要那麼多 然後把一部分 分到東南亞去 那如果我們的下游 有的在中國 也在東南亞 那我們的中上游 在台灣賣兩邊 兩邊都有生意 就不會中國那邊 一找你麻煩 你就必須去 那就可惜 後來南鄉政策 沒有做得很好嘛 那結果還是大量的下游 都到中國 當初我們做這個政策的時候 外國根本不支持 有一些外國駐台灣的代表 還批評我們 李總統 他是有一個 比較整體的戰略 有一個比較高的視野 在看國家的發展 包括經濟政策 那我們是二十幾年前 就有這個概念 後來的執行 雖然不如人意 但是呢 現在證明 當初是非常有遠見的 李先生主張接力佣人 對不對 我主張大男西進 對不對 到底這個功過如何 當然我今天 我想還沒有定論 你說今天兩岸關係 還沒有 不像他接任中國的時候 那麼僵 那麼互相抵抖 他都有辦法打開僵局 有辦法促成這個 古王會攤 有辦法促成這個密室的王藩 所以就即使兩岸 他很多主張 後來有些改變 可是不管如何 他之後的總統 有誰能在那個處境 打開僵局呢 因為他做了大家想做的民主化 就是說跟一部分的本土化 雖然他的本土化 我們嚴格來看的話 其實有點是由上而下的一個本土化 可是畢竟是當時跟我們主要的反對黨 民進黨 其實還有包含的社會運動 扣除社會議題的話 其實是大家共同的一個政治改革的議程 他其實是完成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是有難圖的 而且是有步驟的 這一點因為我們今天回頭看 會看得更清楚 我所接觸的議程會 其實還是協任以後 比較有機會 對於這種台灣主體性的關切 應該是可以比較放手去做 世界台灣有20個名字 你知道嗎 這就是台灣的無政雄 雖然六年六處的改變 還有民主法各種的 不是全民黨的 我說得很清楚 不說全民黨 大部分都做得好一點好一點 要不然很多問題就留下來 沒有做 對不對 這就是幾四人來開始做 做得鬧起來 他當總統之後 就是對於台灣的民主專心 他有個人貢獻 有個人功勞 但是他對於這個 他的兩岸的政策 我覺得功過難論好不好 難論 這個他在卸任之後 這個主張激進台獨 我認為他不負責任 現在我這個年紀六 沒有什麼目的 要做官 要賺錢 都沒有 阿凡你單四而已 你也知道 你單四中間 你不需要留什麼東西 去那年 我來 孫子就完了 他都會教養 所以我就講 這個事情就變得好 就是這樣 1988 1月13日 李登輝繼任第七任總統 1991 4月30號 宣布動員看亂時期終止 1995向228事件 受難者及家屬公開道歉 1998提出新台灣人觀念 2000年與國民黨分道揚標 政權和平移轉 民主法分託法 那就是過去我 這十二年做的這個通幹 現在要做什麼 沒有啊 現在只有人家成名 過期的歷史 你沒辦法來改 但是將來的歷史 可以由我們每個人來看 那就是 一年做的 人家會做的 這就是 我都會想說 那就是 你 一年做的 沒辦法 那就是 這就是 我 這就是 感谢观看